乳鸡腿 乳鸡翅也有肉 蛤 它是白夜餅 乳鸡翅 乳鸡翅裡面又有用白夜餅 乳鸡腿 乳鸡腿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啊 乳鸡翅 乳鸡翅裡面也有照顧 跟它用白夜餅 乳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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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業配中結者熊胖 我是一直吃一直吃大人物小舌 貝貝 小翔 我們今天要來桃園吃一家超狂牛排 這次就真的是超狂 多狂 比起我們賽事號稱全台最狂的牛排來講的話 那它是巨狂 哇 真的嗎 跟我們上一次在高雄吃的那間牛排 有的比 但好不好吃啊 好不好吃不知道 是咖啡那邊好吃還是牛排本身好吃 不知道 那我們就來去吃吃看這家巨狂吧 我們只能說它是巨狂的牛排 在網路上很流行 很多人都會來拍這家的牛排 所以它是超狂的更上本機巨狂 對巨狂 好 那我們來去吃吃看這家牛排 到底好不好吃 GO GO 大彎龍 好我們現在在我家牛排裡面 我家就是你家 然後 它裡面真的是像網路上的那些影片所說的 非常的豐盛 豐盛到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去拿那些餐點來吃 我們點了兩份牛排 熊寶 它就是蜘蛛吧280 然後大人的話就是必須要一個排餐 今天點的是我家8盎司的沙郎 430 430再加上蜘蛛吧吃到飽 然後飛飛是點10盎司的雪花牛排 470 一樣同樣的也是可以吃到飽 吃一下它的沙郎 飛飛吧我點的是5分手 我覺得它的沙郎的肉質 還算可以啦 還算不錯 你覺得這個有比我們 高雄那個還要豐盛嗎 豐盛啊 它有超豐盛的景點照 它要合牌了 它大概是不知道幾樣時去了 超豐盛應該是點多 在那裡 不會比你更大 沒有我覺得它超豐盛是在它的buffet 它buffet是很豐盛 這裡也有中華豆花 也有很多甜點 它的湯有三種 是蘿蔔排骨湯 然後蘿蔔排骨湯 還有這個叫上 這是蘿蔔排骨湯 蘿蔔排骨湯裡面還有貢丸 我們來喝喝看它的蘿蔔排骨湯 它這裡會有彈去看 你的身體 它的蘿蔔排骨湯裡面會有一個貢丸 我們先喝喝看它的湯 它的湯有水準 它這個湯因為有加上貢丸的關係 可能又加上排骨下去燉 所以它的湯的豬肉味 非常的濃郁 然後它這裏飯 豆豆飯、咖哩飯 還有瘦食豬肉湯 它的肉 豆豆飯 還有咖哩飯 咖哩飯 咖哩飯 天洗的豆腐是還滿夠味 可是咖哩有個味道還滿 自助吧的基本上都是這樣 不是像我們上次吃那個青花椒那種 青花椒那種它叫軟嫩 然後它這裡的牛排的麵都是屬於螺旋麵 它沒有什麼直面那種鐵板麵 青花椒要挑戰看能吃多少 我來吃一下它的滷肉飯 來吃一下它的滷肉飯的水準怎麼樣 水準不錯啦 滷肉的水準飯鹹甜適中 但是不夠綿密耶 滷的還不夠透 你看它的咖哩吃 但是它的飯 煮的沒有粒粒分泌 略濕 它的咖哩就叫 沒有說咖哩吃的很豐盛 它裡面的咖哩肉是很辣的 是啊 也算成衣滿滿啦 我們吃一下它的冷盤雞肉看看 好像看起來是會辣的那種 有一點類似口水雞的做法 雞肉軟嫩不柴 所以它是用的是雞腿肉 我這裡也有冰淇淋三台 對 三台就是三種口味 那是雙雞雞 它這雙雞雞有三台有三種口味 然後冰淇淋是有六種 有六種口味 用挖的 你說的是雙雞雞 它這裡還有港式 對 它這裡還有蒸籠燒賣 它有小籠包 小籠燙包 它這裡有雞翅 它這裡有雞翅 炸食區 它的炸食區有雞翅 其實 我們啊 我們對 蜘蛛爸的炸食區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信心 它炸的有雞翅 外皮炸的是很酥脆 肉質還好 因為還有一點濕濕的 對 看不看得到 又有一點濕濕的 濕濕濕 不會太乾 以蜘蛛爸來說的話還可以 跟那種專賣店來比那當然是不行 它這裡有到大圓 一塊十條 我雞腿 我雞翅也有夠 蛤 蛤 它這個是百葉豆 乳雞翅 乳雞翅 乳雞翅裡面又有用 乳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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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給你吃雞翅 乳雞翅 乳雞翅 乳雞翅裡面也有奏斧 白蝦 酸燙白蝦 什麼叫做白蝦 因為大部分的餐廳都只會用白蝦 一樣還是沾芥末的來吃吃看 蝦子 不錯 它那個蠻彈牙的 那以牛排來說的話我是覺得 這一家比 我們高雄吃的那個牛排好吃很多 對啊 論豐盛度來說 高雄那間也不遑多讓啦 可是你如果說要跟那個 曾經 號稱全台最狂的牛排來說的話 很抱歉 那個就是 怎麼比啊 還號稱全台最狂牛排 這裡不就是巨狂 因為它第一隻腳這個 我們第一輪已經快吃完 我會吃但聽不聽講 我們等一下就要第二輪 第二輪是 好吃嗎 不算難吃啦 但是可能沙朗油脂本身就比較少了 所以吃起來就會 比較乾柴一點點 我覺得我的雪花牛 比較有嚼勁 我覺得比較比我的任何 我吃它的雪花牛看嗎 不是你的雪花牛看起來是五分的啊 我覺得我用雪花牛看 試試看 嗯 不化火啦 不是很化火啦 是比較有嚼勁的那一種 是比較有嚼勁的那一種 我剛剛有吃一個炸湯圓 我以為它的炸湯圓 偏硬 糖粉偏少 我先吃一下玉米農湯 它這裡本身會有流過眼光 比較低的 然後就放在湯的隔壁 它有好多換白在那裡 它的玉米農湯看起來蠻濃稠的 看起來是挺濃稠的啊 蠻香的 它這裡有一個藥湯圓 因為我不知道好不好喝 所以我 所以我用一點點 所以我用一點點 有酒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可是它裡面有好多點 熊胖今天用的是 異峰的 異峰冬瓜茶 它這個冬瓜茶我覺得蠻好喝的 它冬瓜茶很好喝 我喝它 不要再喝口味了 這一個 它冬瓜茶很好喝 不一定 而且媽媽說 異式的冬瓜茶很好喝 有 異峰 異峰 異峰的冬瓜茶可以喝 來這裡 有港式腸粉 我們吃一下它的 它的港式腸粉看看 它腸粉我覺得 所以 以蜘蛛霸來說的話可以 所以 難怪 它的生意 如此的搶搶棍 還有它的 小龍湯包 你這個叫我 找不到叫我 它這個小龍湯包 一看就知道是 冷凍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就蜘蛛霸 蜘蛛霸都是如此 它有火鍋也會掉哦 有啦 裡面有湯汁 我差一點要噴出來 皮不會很乾嗎 很薄啊 然後燒賣 一樣嘛 就是 冷凍的燒賣 綠色跟黃色的燒賣 綠色是蔬菜 黃色是胡蘿蔔 港式我就覺得普通 看起燙 太會吃了吧 所以 還有一些蛋糕啊 甜點啊 一些點心類的東西 它水果種類很多耶 它火龍果有兩種 紅的跟白的 然後西瓜有兩種 也是紅的跟白的 紅的跟白的 你有喝過白西瓜 紅的 有啦它的皮 紅的跟黃的啦 水果蠻新鮮的 好吃 吃它的蛋糕 它的就是青乳酪 極青乳酪 極青乳酪 為什麼是極青 這種真的是工廠做的啊 蛋糕工廠做的啊 它的巧克力有相加巧克力 如果你想吃整根的 你就去拿整根的 還有整根的跟切好的 然後這個我本來以為它是透明色的 你知道嗎 然後裡面加紅豆的 它是什麼東西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本來以為是那種 版的最後會出來的那種甜點 這是和菓子嗎 沒有啊 可是感覺比較像 客化的那個味道 漂亮 它這個香蕉巧克力的醬蠻多的 好吃 味道可以啦 不差啊 它這個巧克力醬是甜的 接下來我們來吃冰淇淋 它有餅乾 你怎麼能用餅乾 沒有 它就是甜頭啊 對啊 我這一次 我用了 這叫焦糖牛奶 它的冰淇淋 採用的是杜老爺的冰淇淋 總共有八種口味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雞仔冰 雞仔冰 還有三台雙淇淋 還有三台雙淇淋 三台雙淇淋 就是草莓 香草 還有哈密瓜 用到三台喔 那麼厲害 它這個焦糖牛奶 我就覺得還行 還能吃 還不錯 還不錯 那今天我們在 我家牛排這裡 我是覺得 整體的品質 大致上啦 都算不錯啦 蠻好的啊 而且 服務品質上也不錯 是啦 今天我們消費 1298等於1300 我覺得很划算 哇寶 大家的用餐時間就是兩小時 建議要訂位 因為我們在桃園南盤 我家牛排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的頻道 點讚我們的臉書 粉絲台 就是我們的愛心 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上面 同時喜歡我們這部影片的 請幫我們多多按讚加分享 我們還有更多美食文章 請多多支持我們 如果可以請鼓勵給小胖一個 超級感情 拜拜 拜拜 好 想看我們去哪裡吃什麼 歡迎跟我們說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